我去找你 洪梅 前台有人找你 薇薇 你这出来说去的 吃还是不吃啊 唉 没胃口 没心情 你慢死抽 我觉得她最近好奇怪啊 你说两个人 是不是从朋友到恋人 就会变成这样 嗯 不会吧 反正我不会啊 是是是 知道你们两个人最甜蜜 在一起那么久也还瞒着我 哎 我可是一开始都想说的 要怪只能怪丁一 不过 这家伙好像已经一个小时 一会儿发微信了 哎 辣辣 你说冲哥这个重色轻友啊 他从省队回来之后 我基本上就没见过他 瑞哥 你说你俩都去了省队 就剩我一个人 我得多孤独啊 你怎么知道 我俩都能进省队啊 那是肯定的呀 进了训练营 就相当于进省队了 你看冲哥肯定第一 你就跟他就差那么一秒钟 淘汰率百分之五十 你俩稳上啊 就是冲哥这个要剪的事 挺无稽的 我俩售了 这个要剪的事 我真正的事 我俩始终了 你应该是否就要参加仰救了 我俩手了 你我俩终了 你对我俩手了 我肯定会给你们解释清楚的 我现在正在回血下的路上 你最好能解释清楚 到了以后 直接来美龄老师办公室 知道了 给谁发点信的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信息也不回 怎么 现在就开始插岗了 干吗 不行 行 来 先把这个喝了 昨天的事情解决了吧 过几天再检查一次就好了 确定 我总觉得你有事情瞒着我 你这小脑官啊 能不能想点重要的事情 那还能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好了 别瞎讲了 赶紧收拾一下 上课吧 喂 阿姨 喂 哦 好 那我现在过去找你 喂喂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吃饭啊 班长 雨昕 你们来得正好 能不能帮我跟陈教授说一声 晚点的 我有及时先出去的 我先走了 我 喂喂不是有什么事吧 应该不会吧 如果真有事的话 他应该也告诉我们吧 雨昕特制凉茶 小心烫啊 谢谢 好苦啊 那我回去再给你喝 那倒是不用 好苦啊 其实 仔细回味一下 还是有点甜的 好 阿姨 薇薇 快坐 这时候叫你出来 没打扰你吧 没事 没事 谢谢 小麦最听你的话了 所以阿姨今天 想请你帮个忙 好 能不能帮我确认她 去做腰剪啊 腰剪 她上次腰剪就是我陪着去的 她跟我说换地方了 这孩子果然连你都瞒着 昨天佩佩老师打电话过来了 说她压根就没有换地方 她根本就是没有去做腰剪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问她啥也不说 你说 还说自己能解决 她能解决什么呀 沈队的腰剪期限 马上就要到了 我现在人都找不到她 打电话不接 家也不回了 �버 又要打电话 记住 这一条我试着 要吃点 就要吃了 一口 都不绿 我试着 一口 就去找她 我试着 你以后要吃了 然后送她 给我们去 希释 我准够好 你以后要吃 你以后要吃 我们能怎么吃 你以后要吃 你以后要吃 反正 少人家的ести kenstock 你以后要吃 你以后要吃 爱 要吃 你以后来 能吃 你以后要吃 你以后要吃 你 那我就先走吧 好 拜托你了啊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这是什么 丁一 麦斯充在你旁边吗 没有啊 他上午好像去找彭牌学长了 也许是有什么事情吧 他说什么了 我叔叔说错话了 我叔叔应该说冲哥跟我们在一起啊 干吗 你和麦斯充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吗 肯定没有啊 只是威姐听上去的那个语气 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我不会把冲哥卖了吧 我和麦斯充的经纪 我和麦斯充的经纪 不断乱 你和麦斯充的经纪 以后再sever 义手 我还有柠率 你和麦斯充的经纪 去义手 用一纪 你和麦斯充的经纪 你和麦斯充的经纪 对不起吗 我还说得每ade 你和麦斯充到 склад 又是个不停的 本来 这件事不该由我跟你讲的 有事 放我视频的人 是你吧 什么视频 我劝你最好收手 否则就算我进不了省队 我也不会放过你 麦思冲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你以为这个视频没有需要剪 我高中就认识薇薇了 如果我想公开薇薇带电的事 根本不需要这个视频 就算我再怎么讨厌你 也不可能伤害薇薇了 你也不需要 薇薇知道了吗 她不知道 要剪什么时候过 还有三天 很明显 这个人的目的是想毁掉你 就算你抓到了 他也不可能会放手 如果这个视频曝光的话 我根本不敢想薇薇会怎么样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 我放弃游泳 我放弃游泳 我的人生还有别的选择 但如果梅薇被曝光 她的人生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是 游泳是我一直以来 个人的梦想 但梅薇薇的人生 是我和她两个人的 所以 无论什么情况 我都会选择她 我都会选择她 你电话号码查了吗 电话我回拨了 关机 我来帮你查 我来帮你查 谢谢啊 刚才 对不起啊 用不着 用不着 因为你能做到的 我做不到 她没去药检的事非常严重 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我觉得她可能已经被学校约谈了 薇薇 对不起 没事 明亮老师 满四双 你怎么解释 我没作弊 但其他的我也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处境啊 明亮老师 我的队员绝对不会做有违体育精神的事情 肯定是省队那边的领导误会了 我的人 我无条件信任 你信任他 学校信任你 但光凭这信任你 你让我怎么去说服省队的领导啊 而且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了 省队领导安排他去参加药检 他呢 他放人家鸽子呀 现在内部文件已经下达了 三天以后都要再学药公示 也不能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他们除了这药检数据 还有其他的证据 可以证明我的队员作弊了吗 还要什么证据啊 药检不就是最好的证据 还要什么证据 麦四双我不明白你 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药检啊 梅林老师 我没做过的事情 就真的没做过 你没做过你是参加药检的呀 你跑了不就让大家认为是你心虚吗 你现在全凭一张嘴 你让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你是吗 梅林老师 我相信麦四冲同学没有作弊 梅薇薇你打哪儿冒出来的 梅林老师 我能够证明麦四冲的清白 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你得给我拿出证据来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梅林老师请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一定尽快把证据交到你的手上 请相信我们 你来 你来 我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你要去 你去 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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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 我没生气 你的状态我还不知道吗 卖思冲 你为什么瞒着我 你为什么没有去药检 你知不知道你错过这次机会以后 你的梦想会变得更加渺茫了 对不起啊 是我让你担心了 我是怕你因为我而失去你的梦想 但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之前没告诉你 是害怕你有负担 但没想到让你更担心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不去药检 不代表我会坐以待毙 线索总会有的 我们一定可以抓住它 但你知不知道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 不还有三天时间吗 好了 相信我 不到最后一刻 我肯定不会放弃的 但现在先去上课好不好 那你答应我 以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就别瞒着我了 有任何事情一起分担好不好 好 好 你平时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有人跟你拍照啊 没有啊 会不会是那个保安 怎么可能 上次那个临时报 被拍了半天多 现在还没放人 那 有没有别人来调过青空 有一个男生来 就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的那个 我们 你过来支援我一下 得死我怎么支援你啊 回来了 见到了死我了吗 大西 我有事情要问你 你过来一下 你说得就退啊 被举报的 这 怎么了 大西 你有没有在不经意间 跟别人提起 鬼鬼带电的事啊 没有啊 你问这个干吗 你说吧 迈思冲因为这 放弃要解 崇哥没去要解 为什么呀 现在是问理由的时候吗 丁一 你好好想一想 恶意举报迈思冲的 该不会是你游动队的吧 不可能 大家都是兄弟 我还是去问问崇冲 好了好了 我们再回去想想办法 俊俊 俊俊 我想问你一个事 怎么了 你还记得 那天遇到变态的时候 你身边还有谁吗 怎么了 是那个保安被放出来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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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随便问一下 要么你去问问夏瑞 那天听到你的声音 是夏瑞姓跑过去的 她应该记得得更多 夏瑞 我朋友跟我讲 那张电话卡 就是在男体附近的小店 购买的那种 不需要是非常认证 我省队的朋友跟我说 有很大的可能 是队内举报 队内举报 对方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让你在作弊这件事上 乖乖闭嘴默认 那么这件事 谁的受益最大呢 书室那天 夏瑞在场吗 夏瑞 不可能是他 省队的名额有限 不是你就是夏瑞 我认为他是最有可能干这件事的人 这只是合理的推测而已 学长 不谈感情就谈夏瑞这个人 他真的很自律 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游泳馆的人 这么努力 这么拼命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做与不做不是由你控制的 你想一个人扛我也没什么意义 但我只是希望 千万不要把薇薇扯进来 什么情况 畅哥 你今天见着冲哥了吗 他今天回了趟宿舍 他准备回来了 这人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你知不知道 冲哥没去药检的事啊 知道 你们怎么都知道就我不知道 小道点 小道点 差不多了 感谢李队百忙之中 赏光啊 我们两口子一定要好好敬礼一位 来来来 来来 李队 来 干杯 来来来 干杯 辛苦了 太客气了 来来来 怎么还剩下来呢 来来来 来来 你呀 应该加一杯啊李队 不动啊 没事 来来来来 好好好 少倒点 少倒点 实不相瞒啊 最近为了我儿子这个事 我头都快炒大了 你看 能不能想想办法 就是 跟上海的领导打个招呼 借我们说点好话 老麦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咱们家小麦啊 从上初中开始 我就看出来了 这小子 是快游泳的料啊 这只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啊 他要是不肯接受要紧 那谁也帮不了 就 来了 你看这孩子 快快快 坐坐坐 你看这孩子怎么回事 你还来一点 我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 这么重要饭局你都迟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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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李队说 四川啊 你为什么不肯接受要紧呢 李队 医院那边肯多给我两天时间 是你帮的忙吧 很感谢您 到时候我肯定会出现的 这一点呢 我还是相信你的 毕竟啊 你从小到大成绩都这么优秀 你这两天抓紧时间 去做个要紧 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你俩啊 别太担心了 李队 其实我们特别相信自己的孩子 他不会做出那种事的 但是我就特纳闷 你说谁这么没良心 老是误赖小麦 就是 这举报啊 一般都是你名的 我猜 这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 您 您说 我猜啊 这十有八九 是省队里一起训练的队员 这要战胜一个对手啊 最快的办法 就是 除掉对手 李队 谢谢李队啊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那行吗 和你去省队那孩子 是不是叫夏瑞啊 妈 你想说什么 我们就是觉得 今天李队说的这种情况 它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对吧 是啊 我们不是怀疑你同学啊 但是 妈 他是我的室友 他的人品我最了解 我相信他 你们别瞎才了 爸 妈 妈 这几天 让你们担心了 不过你们放心 不论结果有多糟 我都会解决的 是 毕竟你长大了 做的任何决定呢 都有你自己的道理 爸妈相信你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冲哥 你到底怎么了 你知道现在外面传你话 传得有多难听吗 鬼才信你需要兴奋剂呢 你为什么不需要兴奋剂呢 夏瑞人呢 瑞和 在封印室呢 再问手着 不许让任何人进来